哈喽大家好 我是迪小夫 又收到老铁发来两块用学修的电板 也没有故障描述 我们看一下好像没有动过 来看一下大的这一片 也没有修过 这个位置除过胶 老铁好像说故障拆开之后 除胶检查 然后这颗电容没有放电 又烧了一下 这颗大电容存的电不少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放电 好的已经修复了 它这个标签电压是19.5V 实测输出电压现在是20V正常 损坏有些是芯片已经击穿 NTC已经炸了 就在这个位置已经换上了 所以大家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放电 不然的话就会像这样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小的电板 测一下看管 没有烧 保险 好的 直接上电 接住电压 看到炸不炸就完了 上电 这个绿灯是亮的 好的 翻过来 我们实测一下输出电压 在这个适不掉两端 好的 直接测入适不掉两端 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激烈抖动 也就是输出电压激烈抖动 这个是不正常的 再次测量300伏 300伏也在跳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测量芯片的供电 也在跳动 断电 把电容电放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上直流维修 看一下什么情况 芯片采用到的是3842 短期行动电子 我们上个直流 有哒哒声 然后启动了 测量六部电容输出电压56伏 非常稳定 看来这个是上直流正常 上交流它就跳动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二次供电回路 有没有问题 好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它的漆架 这两个腿是接的六部电容 然后我们顺着看过来 这个整流二G管 D6 以及这个绕阻和这个限流电阻 构成的就是二次供电回路了 我们来测一下这两颗 三手并连的电阻 好 实测 16欧正常 测量二次供电回路 测量二次供电 接下来我们把电容拆下来看一下 进测量电容一切正常 100违法的 SR指第二损耗以及容量正常 加持给它装回去 好 那这一路电也没问题 那接下来只能够查一下这个300伏利波电容了 好的 测量300伏利波电容也没问题 68违法的 测量这个电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先用链子放链 指的是先在路用灯泡放链之后 拆下来再用链子短机再次放电 好 上直流和交流有区别的地方 我们都测量过了 没有问题 后级的电路查了也没有问题 因为上直流它都可以稳定的 那电路来说没问题 那还有什么输入交流和直流不一样的呢 那就是输入交流之后的电压高很多 那变弃器的初级绕绕出能相当大 芯片在输出最低战红比也不能稳定输出电压 所以芯片就停了再开开了再停 打致各绕绕电压跳动 然后我们就模拟接着负载 它这个后级不是口级控制的 是这个20伏的积电器 那么接上电瓶之后呢 由电阻分压来控制这个三级管 三级管再来控制积电器 吸火 然后这两路就接通 我们后边外接电阻的话呢 是没办法开启这个积电器的 因为后边电阻两端是没有电压的 这就是用电阻负载和电瓶负载的区别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直接短接这个线啊 接下3D220伏 可以听到积电器有响声 再次测量输出电压 56伏非常稳定 测量辅电 21伏非常稳定 测量芯片供电 17伏非常稳定 300伏仍然没问题 并且转灯也正常 那其实这个电源是好的 不只是这块电源 有些开完电源的话 也不带负载 输出它会是这样子跳动或者揣震 所以当要在练习维修的时候 不要随便脑刻开完电源的板子 不管它是好是坏 就开始捣鼓起来 最终让自己走入了误区 好的 喜欢电子技术的铁双铁 双铁关注 每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真实节的 那不希望你 谢谢大家